丹午双绝 第10801-10820章 作者 飞翔蜗牛 丹午双绝 第10801-10820章 作者 飞翔蜗牛 秦明深舟的土黄色光幕就如一张破纸 面对微微雷霆 一处击溃 秦明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不停地下坠 直接劈在了地底 秦熙轩一直关注秦明的情况 看到秦明被雷劈 一个顺步来到了秦明的身边 来不及检查秦明身上的伤势 天空中的雷霆如同发了狂一般 四散的雷霆一一炸开 就犹如天崩一般 声势骇人 秦熙轩不敢耽搁 以最快的速度带着秦明直接顺移离开 在秦熙轩顺移离开没多久 一道雷霆劈在了他们刚刚站的位置 天空中的雷霆肆意地宣泄住 周围无数的大树 直接便是被雷霆劈成了粉碎 一棵又一棵树被击中 有的被劈成两半的 有的粉碎 有的甚至是连地下的土都被劈得翻了起来 同时 雷霆劈过 带起阵阵火光 又因为大雨 刹那间熄灭 浓浓的烟尘直飞上天 这一切都和秦明没有关系了 他现在在一个山洞内 正在秦熙轩的悉心照料下养伤 秦明并没有第一时间使用阴灵能量疗伤 而是全力的自我疗伤 不是他没有阴灵能量了 经过十年的积累 脑海空间中的阴灵能量现在有很多 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使用阴灵能量 是因为刚刚受了伤 现在只要细心地疗伤一下 能够节省不少阴灵能量 虽然脑海空间中的阴灵能量不少 但秦明还是非常的节省 能够省一点就尽量省一点 再一个 他是被雷霆劈伤的 伤口带着雷霆规则之力 同时 雷霆规则之力打伤了他 让他对雷霆的力量有更清晰的认识 在这重情况下 他要好好趁机领悟一下 所以才没有急急忙忙地用阴灵能量疗伤 最重要的是 现在没有危险 若是有危险 这些都会被他忽略 先把危险度过去再说 既然没有危险 那秦明当然非常从容 就算现在有危险降临 只要秦熙轩帮他抵挡瞬息 他就能够用阴灵能量疗伤痊愈 因为心中不担忧 所以秦明哪怕受伤了 脸上也是带着笑容 看到秦明在笑 秦熙轩放下了心中的担心 秦明漠视就好 虽然现在秦明受了不轻的伤势 但好在没有性命之忧 而且有阴灵能量 想要恢复如初病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一点也不需要担心 哪怕是重伤也没食魔 最怕的是直接被雷霆规则批死 雷霆规则太强大了 秦明用雷霆规则攻击别人 都是一招下去 直接结果对方的性命 而天空中的乌云中 蕴含的雷霆乃是天威 比起人历来还要强大很多 秦明的雷霆规则 都能够瞬间把半部至尊敬强者杀死 何况是天空中的雷霆 秦熙轩真怕秦明 直接被雷霆批死 若是直接被批死了 那磨再多的英灵能量 也不可能把他的命救回来 哪怕英灵能量的疗伤效果再好 也不可能把死人救火 所以哪怕见到秦明受伤 他也是毫不犹豫地使用空间规则 受伤的人最好不要使用空间规则 秦明受伤了 他使用空间规则带着秦明顺移 秦明也要承受虚空的挤压 武道境界越高 受到虚空挤压就越是严重 他虽然能够帮秦明分担一些 但大部分还是要秦明自己承担 秦明若是没有受伤 以秦明的身体强度 哪怕是连续三次的空间瞬移 秦明也受得了 但是秦明受伤了 一次空间瞬移 就能够加重伤势 不过那时候 天空中雷霆响彻不绝 若是不使用空间规则瞬移 而是慢慢地离开 谁知道会不会再被雷霆劈中 他们那实离雷霆的距离是再是太近 雷霆在发怒时 哪里都可能劈过去 若是在那里磨磨蹭蹭 再被雷霆劈一次 那他们就完了 有绝对防御的情况下 秦明都被劈伤了 没有绝对防御 那岂不是必死无疑 雷霆的威力真是可怕 秦夕轩现在都还心有余悸 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 秦夕轩想让秦明 放弃修炼雷霆规则 实在是修炼雷霆规则 需要冒得显太大了 幸好没事 刚刚他见到秦明没有重伤 这才敢带着他顺移 若是秦明重伤了 他绝对不敢带着秦明 使用空间规则顺移 只能带着他一点点跑出来 雷霆的攻击范围非常大 能不能活下来 那就纯靠运气了 以他们的实力 还真没能力抵挡雷霆的怒火 秦明闭着眼睛 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在感悟身上的雷霆规则 只是可惜 伤口处的雷霆规则 在虚余之间 便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雷霆并不能长流 除了在乌云中 看到雷霆规 则能够长流之外 他还没有在其他地方 见过长久存在的雷霆规则 就算是乌云中的雷霆规则 也不可能一直存在 荡里面的力量消耗完后 雷霆规则也会消耗殆尽 乌云中的雷霆规则 是一直在产生 一直在消失 而在舞者看来 乌云中的雷霆规则 一直都存在 因为产生的过程 普通的舞者 根本就看不现 感觉不到 只有领悟了雷霆规则的舞者 才能够看出来 乌云中的雷霆 其实一直都不只是一道 而是无数道雷霆交织在一起 相互融合和吞噬 有时雷霆会抵消 有时会壮大 在孕育到一定程度后 乌云无法容纳雷霆 就会披向外面 除此之外 雷霆若是相互消融了 那魔乌云中的雷霆会 自己散去 乌云的这些变化 没有领悟雷霆规则的舞者 永远也不可能发现 在外面的舞者看来 乌云中的雷霆 就只有一道 或者是多道 根本就看不出来 雷霆一直在产生 一直在消亡 因为一直在产生 一直在消亡 所以证明 就算是乌云中的雷霆 也无法保存长久 只是因为一直在产生新的雷霆 这才让乌云能够长久 存在雷霆 实际上最开始形成的雷霆 和之后的雷霆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也是秦明能够长久在乌云下 领悟雷霆规则的原因 雷霆规则不能长久存在 这是雷霆的特性 也许有宝物 能够让雷霆规则长久存在 但这种宝物 秦明从来没有见过 可能再致尊戒内为有 就算有也肯定非常的珍贵 秦明没有期待得到这种宝物 而且就算有这种宝物 肯定也有很多的限制 比起普通舞者 他已经非常幸运了 有秦昔轩帮他 可以使用空间规则 带着他顺移 又有碳魔丹 能够提升他 和秦昔轩的神识 从而加快探查周围 有没有雷霆 不管是空间规则 还是碳魔丹 都能够加快他 寻找雷霆 可就算是这样 他找了两个多月 才找到了雷霆 若是普通的舞者 还知道需要多久能够找到 要知道 每一次舞蹈境界突破 都需要借助雷霆 舞者找雷霆 完全凭借运气 运气好 很快就能够找到 运气不好 可能几百年 也未必能够找到 合适的雷霆 舞蹈境界越高 那魔需要的雷霆 也要越降 若是雷霆太弱了 对舞者参悟雷霆规则 没有用处 正因为这样 舞蹈境界达到 半步至尊敬后期 舞者想要找到 合适的雷霆会 非常的困难 就像他这一次 雷霆规则 只要想要突破到 半步至尊敬后期而已 他和秦熙轩找了正魔九 才找到一处合适的雷云 不是他们之前没有找到过 而是找到了不少雷云 但因为雷云中的雷霆规则 太少 远远达不到 帮他参悟雷霆规则的地步 因此 他只能放弃 再寻找其他雷云 只是想突破到 半步至尊敬后期 都这么困难 雷霆规则想要 从半步至尊敬后期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巅峰 那寻找的雷云 肯定要更降 也更难以寻找 而且 就算找到了 舞者也未必敢在雷云底下参悟 他再次找到了合适的雷云 两次在雷云底下参悟 却再次都被雷霆批了 若不是他运气非常不好 就是在雷云底下修炼 被雷霆批的可能性 很大 秦明更倾向于后者 也就是说 舞者在雷霆底下参悟雷霆规则 大概率会被雷劈 他有绝对防御 能够帮他挡雷劈 那魔普通的舞者呢 雷霆的威力可不小 普通的舞者 哪里有防御宝物 能够挡下雷霆的攻击 就算有 这样的宝物 被雷霆攻击一次 很可能就会报废 而舞者雷霆规则突破 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每一次舞蹈境界突破 都需要在雷霆底下参悟 那岂不是要准备很多件防御宝物 而且 舞蹈境界越高 雷霆也越强 需要的防御宝物也越强 并且不止如此 就像秦明这一次 他被雷劈了 但雷霆规则还 没有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 也就意味着 他还要去寻找雷霆 很可能还要被雷劈一次 普通的舞者 若是依靠宝物抵挡雷霆 那需要的宝物 可就不止一个境界一件宝物了 可能一个境界 需要两件宝物 能够挡住雷霆攻击的宝物 价值肯定之高 还要这么多件 普通舞者能够收集到吗 他已经很幸运了 不需要像普通舞者那样 到处去找宝物 也不用像普通舞者那样 只能一点点飞着 去寻找雷云 有秦熙轩的帮助 找雷云的难度 下降了不止一个层次 而有绝对防御的帮助 他参悟雷霆规则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 自身的安全 当然 也需要他提升绝对防御了 这一次 被雷霆批伤给秦明提了一次性 绝对防御的防御力虽然强 但他的根基是土质规则 而且绝对防御 也不是无敌的 并不意味着 有绝对防御 他就不会受伤 不会死 绝对防御虽然强 但只是半步至尊敬的手段 还没有达到至尊敬 而天空中雷云的威力 达到极致时 甚至有至尊级别的威力 也只有这魔强大的威力 才能够把绝对防御 毁了的同时 还把他披伤 好在有绝对防御挡住雷霆 为他抵挡了大部分的攻击 再加上他自身肉身非常强悍 哪怕是被雷霆攻击 也是硬扛了下来 若是肉身雷弱 那魔这一击他可能已经重伤了 甚至被劈死也不奇怪 若是被劈成重伤 秦熙轩不敢带着他 使用空间规则顺移 那魔很可能会被接下来 雷云的无尽攻击给淹没 到时候他不但会死 还会连累秦熙轩 提升土之规则 迫在眉睫 当然 这一次在雷云底下参悟 并非没有收获 他参悟了一半 再来一次 他应该就能够把雷亭龟 则修炼到半步至尊敬后期 之前雷亭龟 则从半步至尊敬初期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中期 并没有这么麻烦 一次就够了 只是五道境界越高 参悟也越是困难 需要的时间也是越长 所以一次都不够 而且 身体虽然被雷亭劈伤了 但伤势上的雷亭龟则 虚余之间就消散 让他没有参悟到多少 也是非常可惜 哥哥 下次不要这磨莽撞了 宁可多花一些时间 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哥哥你经常告诫我 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 怎么到了自己 你却这磨不小心 秦熙轩非常担忧道 闻言 秦明沉默了下来 这一次 确实是他太莽撞了 以为自己的绝对防御 能够无伤地扛下雷霆攻击 我下次不这样了 宁可多花一些时间 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下一次参悟雷霆规则 我会在绝对防御还在的时候 足以抵挡雷霆攻击的情况下参悟 一旦绝对防御消散到一定程度 我立马就放弃参悟 绝对不会像这一次拖泥带水 秦明保证的 这是向秦熙轩保证 也是在提醒他自己 其实刚刚在雷霆底下 参悟雷霆规则的时候 秦明就有想过放弃 但一想到他找了两个多月 才好不容易找到这处合适的雷霆 若是放弃 可能又需要两个月寻找 而且 还有可能找不到 为此 他才把心底的担忧忽视了 选择了坚持在雷霆底下参悟 其实他是心存侥幸 觉得雷霆也不一定会劈他 果然 修炼师半点侥幸也不行 只是存了点侥幸 他就被雷劈了 好在劈他的时候 绝对防御还在 虽然绝对防御的能量消散了不少 但至少还在 为他挡下了大部分攻击 秦明不敢想象 若是绝对防御不在了 他还在那里参悟 被雷霆劈下 会不会被直接劈死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冒着这魔大的危险 却只是让雷霆规则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而已 得到与付出完全不成正比 这样冒险非常不值得 所以 秦夕轩说他是对的 两人没有在说话 秦夕轩一直在照顾他 直到七天之后 秦明的伤势才痊愈 七天时间 他把自身的伤势 恢复到了一定程度 但是五道境界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 受伤恢复需要的时间很长 秦明不可能花费几年的时间 恢复伤势 直接就用阴灵能量疗伤了 阴灵能量虽然很重要 秦明很看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 秦明就会为了节省阴灵能量 而白白地耽搁时间 秦明不会这磨迂腐 哪怕再好的宝物 该用也得用 伤势痊愈 秦明感叹道 阴灵能量真是好东西啊 若不是阴灵能量 我至少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 才能够伤势痊愈 五年时间 对其他半步至尊敬强者来说 很短 但对秦明来说 五年时间非常长 五年时间不能修炼 必须要安心地疗伤 那损失就太大了 阴灵能量真是好宝物 能够为他节省大量的时间 他多少次受伤 都多亏了阴灵能量 也难怪其他人在陷到阴灵能量后 就不择手段 不顾一切的 想要得到阴灵能量的转化方法 是啊 阴灵能量真的很好 秦熙轩也是跟着感叹道 就算是在至尊界内为 半步至尊级别的疗伤丹药 也是非常稀少 至于至尊级别的疗伤丹药 那更是有价无事 根本就没人卖 而且 哥哥你的身体特殊 不管什么疗伤丹药 什么疗伤宝物 对你的作用也不大 若是用疗伤丹药智商 可能需要十几颗 才能够让你痊愈 秦明好奇问道 你知不知道 我的身体胃 什么特殊 不知道胃食膜 不管是什么疗伤丹药 对它的效果都非常的差 而且 随着它的实力越来越强 疗伤丹药的效果 就越来越差 包括使用阴灵能量疗伤 同样的伤势 给其他人疗伤 所使用的阴灵能量 是他所使用阴灵能量的十倍 也就是说 十倍阴灵能量 才能够治愈他的伤势 对此秦明很无奈 若不是为了智商 花费的阴灵能量 实在是太多了 估计他阴灵能量 不会这么紧缺 他和敌人战斗 可是经常受伤 而且还是受重伤 受了重伤 可比治疗这点伤势 花费的阴灵能量 要多得多 秦熙轩 我猜是你的身体更强 蕴含的能量更多 不过 照理来说 不应该多十倍才对 这就很有些 不太正常了 在他的得到的传承 记忆中 武者的身体 越是强悍 那磨疗伤时 所需要的药力 就越多 就比如 武者五道境界突破 身体变得更强 受伤后 所需要的疗伤丹药 就越是高级 低品级的疗伤丹药 甚至起不到什么作用 武道境界越高 需要的疗伤丹药越好 就是因为武者的身体 在武道境界突破后 变得更加强大了 而受伤后 要修补伤口 所需要的药力越多 所以 需要的疗伤丹药要更好 除了武道境界 突破武者身体 会变得更强 有些武者天生 就比其他武者更强 纳磨受伤之后 所需要的疗伤药力 也越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才说 可能是因为秦明的身体 比其他人更强 但 不至于强到十倍的地步 这就很是让他不解了 但是除了这个 他的脑海记忆中 就没有其他了 身体更强吗 秦明低头沉思 有这个可能 也似乎只有这个解释 秦明能够理解 卫石膜身体越强 所需要的疗伤药力更足 他是炼丹师 而且是一个实力不凡的炼丹师 对武者的身体很了解 也对丹药很了解 自然知道 武者武道境界越高 所需要的丹药品级也越高 那是因为武者的身体更强了 但是他没想到 秦熙宣会说 是因为他的身体比其他人强 所以所需要的药力也更多 同境界的情况下 他比其他人身体要强十倍 若真是这魔强 那他岂不是能够碾压其他人 实际上去不能 但就身体而言 他远没有达到碾压的地步 但似乎只有这个解释了 秦明想了很多 他的身体似乎比别人要特殊一些 能够领悟五种规则之力 从另一方面就证实了 他的身体不同凡响 若是身体不强 又怎么可以容纳五种规则之力呢 身体强指的并不是肉身强 若是指的是肉身强 那魔炼体舞者 岂不是需要花费的疗伤要力更多 并不是如此 舞者的五道境界在突破时 规则之力在改造舞者的身体 同样 炼体舞者突破时 提升的也只是肉身 肉身确实是强 但没有蕴含规则之力 强也只是在强在力量上 而不是强在本质上 它的肉身本质 很有可能比其他人降了十倍 就像菜和原质的区别 菜的根筋也有很硬的 甚至很多原质质的柔软 但是原质比菜要强百倍 千倍 万倍 菜只是菜 只能够用来吃 而原质却是能够用来炼胆 凶兽吃了原质 还能够直接提升舞蹈修胃 增加实力 若是只看硬度 就评价东西的好坏 纳摩铁木就是最降的了 不能这样看 也许我的身体真的很强 纳摩这样说来 花石被英灵能量疗伤 对我来说是好事 身体越是强悍 纳摩五道境界突破时 就越是容易 或许我五道境界 突破到至尊进食 会非常的顺利 秦明孝珠说道 身体强 代表它潜力强 也许身体强 会让它额外地消耗大量的英灵能量疗伤 但与之而来的好处比起来 那就不值一提了 身体越是强 五道境界突破 就越是没有瓶颈 潜力越大 各方面越强 那突破 导致尊敬的可能性就越高 五道境界 突破导致尊敬 其实考验的是武者底蕴 以及方方面面 若是武者的底蕴非常强 根基无比的厚实 纳摩不需要依靠运气 也不需要依靠其他外力 就能够突破 导致尊敬 而底蕴不够 哪怕运气再好 突破导致尊敬的可能性 也是微乎其微 其实 不管是人类武者 还是凶兽 突破到半部致尊敬 大多依靠的是运气 它使用英灵能量 帮助武者突破 不管武者的五道境界有多高 不管武者的天赋有多强 在人类联盟它帮助的 那一百多半部致尊敬强者中 没有一个是依靠实力 纯纯地提升到半部致尊敬 他们都需要运气 他们突破到半部致尊敬的成功率 都是不到四成 只有三成 达到三成之后 再想增加一点成功率 都是非常的困难 但只要使用英灵能量突破 那么只要五道境界 达到神兽境巅峰 那么至少就有两成的概率 突破到半部致尊敬 除非武者的心智不坚 或者是潜力非常低 以前拔苗助长过 只要根基不是特别的浅薄 使用英灵能量 都有两成突破到半部致尊敬的概率 而想要突破到致尊敬 那概率就会非常非常低了 完全不是概率的问题 突破到半部致尊敬 可以依靠运气 不管是两成成功率 还是三成成功率 甚至是四成成功率 说白了 都依靠的是运气 而真正的天才 能够不依靠运气 不依靠宝物 就能够成功突破到半部致尊敬 这样的武者数量非常少 同样 致尊敬也是如此 致尊敬 和半部致尊敬不同 致尊敬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凭借着实力 潜力突破到致尊敬 没有所谓的运气 若是武者的潜力不过关 哪怕是拥有宝物 想要突破到致尊敬 也是痴心妄想 英灵能量 能够帮武者突破到致尊敬 但对武者的帮助 可能不是太大 英灵能量对武者最大的帮助 可能就是他的疗伤能力 毕竟 只要武者突破致尊敬莫死 那魔就算是经过致尊敬的武者了 经过致尊敬洗礼的武者 实力和潜力都会有所提升 哪怕是拥有特殊血脉的凶兽 也只会经过一次致尊敬的洗礼 很少有能够经过两次致尊敬洗礼 还活下来的凶兽 所以 致尊敬提升潜力 绝对不是无限的 但英灵能量可以 当然 这只是金素他们认为可以 因为没有试过 秦明并不知道 英灵能量可不可以 有可能可以 有可能不可以 但金素现在看到了 突破导致尊敬的希望 他绝对不会放弃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金素也会尽力去争取 何况得到英灵能量 并不止一点希望 而是很有希望 足以让金素拼命了 他的身体很强 证明他的潜力很强 是普通武者的十倍 也就意味着 他突破导致尊敬 身体将会 给他极大的助力 还有规则之力 五重规则之力 也许现在是累赘 成为他五道境界 突破的负担 对他实力帮助并不大 但是五重规则之力 极大的提升了 他的抵御 等到他五道境界 突破的那一天 五重规则之力 也会给他极大的助力 除了规则之力外 三修也会有些许帮助 秦明觉得 虽然五道境界 想要突破 导致尊敬 三修不是必然的 双修也是有可能 突破成功 但是 双修的舞者 抵蕴肯定不如 三修的舞者 纳摩 在这方面的缺失 就需要从 其他方面补回来 想要在其他方面 提升自己的潜力 比起三修 还要困难 若是舞者 连三修都做不大 大概率 其他方面 不但不能补回 双修的缺陷 反而还会有 其他更多的短板 但短板太多了 那就根本补不过来 纳摩除了投入 就只剩下失败 这辈子 也不可能突破成功 而突破不成功的后果 就是死 至尊界内围 有很多的 半步至尊敬强者 也有不少 半步至尊敬天才 但是 最终能够成功突破 到至尊敬的舞者 肯定是寥寥无几 这是因为 至尊敬对舞者的 要求太高了 运气对舞者的 帮助不大 也因此 潜力不过关 哪怕一万的舞者 尝试突破 也是全部必死的结局 这和半步至尊敬 完全不同 半步至尊敬 哪怕舞者的潜力 不过关 天赋也不过关 但只要有宝物帮助 纳摩就有一定的几率 能够成功 这也造成了 只要有足够的资源 只要舞者不太拉胯 都有机会突破到 半步至尊敬 但这样的舞者 注定无缘至尊敬 因为至尊敬 不依靠运气 或者说运气的成分 非常少 就算有宝物 能够起到一点作用 也只是为舞者 稍微弥补了一点缺陷 但还是需要舞者 自身潜力足够 至少弥补的这点缺陷 能够让舞者 一飞冲天 宝物只能锦上添花 起到那么一点作用 关键 还是依靠舞者自身 就算是这样 能够弥补一点缺陷的宝物 在至尊境界内微的价值 也是非常之高 秦明细数了一下 舞道境界突破 导致尊敬 舞者能够提升的潜力 首先是血脉 其次是三修 规则之力的数量 神识的强度 炼体的程度 各个方面都会成为舞者的缺陷 也能够为舞者提供助力 就看舞者在各个方面的积累了 秦明要万无一失地 突破道致尊敬 所以 各个方面都要达到罪将 而且 秦明不想 那仲刚好及格 要像突破半部致尊敬那样 没有任何的阻力 自然而然地突破 他舞道境界 突破到半部致尊敬 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宝物 那是因为 他潜力足够地强 强到了离谱的地步 其他人突破的成功率 最多只有四成 而他早就达到了十万 就和神兽敬突破一样 他的成功率达到了十成 所以突破到半部至尊敬时 非常的顺利 突破之后 他的舞道境界 在半部至尊敬初期 就是无敌的存在 哪怕是金角一族 至尊界内围的势力 舞道境界和他一样 他轻松 就能够战胜对方 哪怕是舞道境界高一个小境界 他也有可能战胜对方 这就是底蕴 是舞道潜力 因为他的底蕴太深厚 所以才能够在 舞道境界一突破半部至尊敬初期 同境界下 就没有敌手 虽然金角一族 只是至尊界内围的一个势力 没有至尊敬强者 所以家族内的族人 比之至尊及别势力的族人 实力要差上一些 但哪怕是那些拥有 至尊敬强者势力的天骄 秦明也有绝对的自信 同境界下 对方不是他的对手 秦明就是这魔的自信 同样 他半部至尊敬 突破倒至尊敬 也要底蕴非常深厚 不想像其他舞者那样 借助着宝物 才能够勉强地突破 他要不借助任何的宝物 就凭借着自己的能力突破 不但要凭借着自己的能力突破 他还要不是勉强突破 而是要自然而然 非常顺利地突破 所以 在各个方面 他都要达到极致 要每一个方面 都能够为他突破提供助力 而不是成为他突破的阻力 五重规则之力 突破困难 但秦明不怕 同样 炼体和神石 耽搁了他很多时间 他也是甘之若夷 没有再多想 在秦熙勋的空间规则帮助下 他再次开始顺移 路就在脚下 他要一步步往前行 再一次 他们找了大概一个月 找到了一处合适的乌云 最开始 秦明对那处乌云并不是太在意 毕竟 他已经找到过好多乌云了 但有些 没有雷霆规则 没有孕育雷霆 有些雷霆规则实在是太少 没法领悟雷霆规则 这一处乌云看上去不大 就算里面蕴含着雷霆规则 应该也很少 却没想到 在秦明接近一看之下发现 这一处的乌云 雷霆规则运含着极多 虽然乌云不大 但雷霆规则在里面相互融合 相互消亡 并非是变得更加强大 见此 秦明双眼放光 雷霆相互融合 没有散发出来 雷霆内敛在乌云之中 这岂不是说 他在外面领悟雷霆规则 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且里面的雷霆规则很强 达到了他能够领悟雷霆规则的地步 没有犹豫 秦明立马悬浮在乌云之下 开始参悟乌云中的雷霆规则 底下的秦希轩 看到秦明的动作 立马就知道这处乌云 能够让秦明参悟 顿时高兴不已 秦明并没有拖大 虽然很大可能 乌云里面的雷霆 大部分都会融合消亡 但并不意味着 不会出现意外 秦明还是撑起了绝对防御 撑起绝对防御之后 秦明开始安心地参悟起来 现在 他不需要管自己的安全了 至少在半个时辰之内 他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很快 秦明周围就开始散发出雷霆规则 在参悟的过程中 秦明的深周 也会有雷霆规则散发出来 围绕在他周围 而秦明身边的雷霆规则 比之天空中的雷霆规则 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也只有更强大的雷霆规则 才能够被他参悟 而且 要强上不少的雷霆规则 才有参悟的意义 若是乌云中的雷霆规则不强 只是比他身体内的雷霆规则 强上纳膜一点 纳膜他领悟的收获将非常小 除非能够长时间的参悟 可惜不能 哪怕是乌云中的雷霆规则 也不会长久的存在 长的可能是半天时间 短的就只有一瞬 一般乌云中的雷霆规则 都会不长不短 是一刻钟到三个时辰之间 有的时候 秦明找到了合适的乌云 可是里面的雷霆规则 已经到了末期 还没等他开始参悟 雷霆规则便是消失了 再一个 他的绝对防御 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 不能做到 想撑起绝对防御 就撑起绝对防御 想把绝对防御收起来 就把绝对防御收起来 他远远做不到 绝对防御 虽然是他的一种能力 但不能完全受他的控制 不能改变绝对防御的强弱 也莫办法为绝对防御提供能量 这也造成了 他只能把绝对防御撑起来 而不能自由地控制他 这样非常不方便 若是能够随意地掌控绝对防御 纳摩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瞬间就把绝对防御撑起来 没有危险了 再立马把绝对防御收起来 从而多次使用绝对防御 把这种能力发挥到最大 若是真能如此 纳摩在战斗中 绝对防御 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而现在在参悟雷霆规则的时候 他只需要分出一点心神 观察雷霆的变化 纳摩在雷霆要劈他之前那一瞬间 他能够直接把绝对防御撑起来 并不能如此 他需要提前撑起雷霆规则 若是等到雷霆朝着他劈过来的时候 再撑起来 纳摩就来不及了 他没有这魔快的速度 同样 和其他武者战斗时 也不能随时把绝对防御撑起来 这造成他只能够在战斗开始之前 使用绝对防御 而且 敌人也不傻 见到有一个光幕出现 纳摩一定能够看出来 或者是猜出来 这是防御能力 纳摩 敌人 就会试探绝对防御 以半步至尊敬强者的智慧和手段 试探出绝对防御的弱点 是平凡攻击 那破解绝对防御就轻轻松松了 所以 提前使用出绝对防御 对他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以前他武道境界低微的时候 对力量如必挥时 能够在战斗中使用出绝对防御 那是因为 之前领悟式的大道 而现在领悟的是 规则之力 规则之力 比大道的力量强大太多了 而武道境界突破的过程 就是武者掌握规则之力的过程 武道境界 一天没有达到半步至尊敬极限 武者一天不可能完全掌控规则之力 也因此 武道境界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 他对绝对防御的掌控力 就减弱了很多 当然 他也可以直接使用大道的力量 撑起绝对防御 但使用大道的力量 使出绝对防御 那是一点意义也没有 绝对挡不住 半步至尊敬强者的攻击 何况他的敌人 都是超过了半步至尊敬后期的强者 用大道使出的绝对防御 就不叫绝对防御了 就算是半步至尊敬后期强者 只使用一根针兜能够刺破 所以 武道境界达到半步至尊敬后 他很少使用绝对防御战斗 只有在敌人不了解绝对防御的情况下 他才使用绝对防御 一旦敌人了解了 他也就不浪费力气了 秦明一直想要彻底掌握绝对防御 觉得绝对防御 虽然和土之规则有关 但也不是完完全全依靠土之规则 只是 他试验了很多次 他都没办法控制绝对防御 面对绝对防御这种能力 他有一种小吃中刀的感觉 根本就拿不动 应该是他实力太弱的原因 由此推断 绝对防御是至尊级别的能力 应该是他血脉带来的能力 要想真正地掌控绝对防御 可能需要等到他的武道境界突破 导致尊敬 当然 他的武道境界突破到半步至尊敬极限 完全掌握了自身的规则之力 也是能够初步掌控绝对防御 可能不能如必灰使 但应该能够做到收放自如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能够把绝对防御 用在战斗中了 除了绝对防御之外 火之规则相关的血脉能力涅槃 除了之前使用这种能力 改变了毒魔身上血脉外 他就再也没有使用这种能力了 是因为这种能力 竟然消耗阴灵能量 当然 也可能不是必须要消耗阴灵能量 但普通的能量 绝对不足以驱动他的能力 可能需要高品质能量 因为需要高品质能量的原因 秦明就再也没有动用涅槃这种能力了 毕竟 高品质能量 它只有阴灵能量 阴灵能量它都不够 哪里有多余的试验涅槃的能力 再一个 关于血脉的能力 明显不是他现在有能力研究的 绝对防御他五道境界 达到半步至尊敬极限后 可能可以发挥出不小的作用 涅槃可能他五道境界 达到半步至尊敬极限 也是发挥不出多少作用 只有五道境界达到至尊敬 才能够发挥出他的能力 秦明有一种预感 涅槃这种能力 非同一般 很有可能是一种不比英灵能量差 一种改变所有舞者命运 对他自身也是帮助非常大的一种能力 对此他非常的期待 只是五道境界想要突破导致尊敬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算着急也没用 那是他命不好 运气不好 不但不能找到宝物 还有可能受伤 而在野外 舞者死亡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野外 人类舞者的凶兽 在非常残酷的竞争 人类舞者猎杀凶兽 为得到凶兽的肉 和皮毛骨头 凶兽浑身都是宝物 杀一头凶兽 能够换不少修炼资源 同样 凶兽也把人类当成食物 很多在野外的人类舞者 会被凶兽偷袭 甚至是围杀 哪怕实力再降 被很多凶兽围杀 也有死亡的可能 凶兽和人类都可能会死 同样 那些势力与势力之间也有竞争 也会为了一些资源发动战争 争斗永远也禁止不了 所有人都在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实力弱 会受到其他实力强的舞者剥削 甚至有时候有性命之忧 所以不想竞争 生活也会逼着舞者竞争 就算秦明现在 舞蹈境界已经达到了 半步至尊敬后期 实力已经很降了 但是还是有人 会基于他身上的宝物 想要抢夺他身上的宝物 就算他把身上宝物交出去 也不可能活灭 相反 别人会觉得他好欺负 会觉得他身上有更多的宝物 反而更是想抢夺 除非他死 不然金角一族的人 不会放过他 连他舞蹈境界 达到了半步至尊敬后期 都不能得到自由 何况是 舞蹈境界比他低 实力比他弱的舞者 就更得不到自由了 实力变强了 总有实力 比他们更降的强者 只有一个办法 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那就是成为罪降者 成为罪降者 秦明不会去欺负其他人 到了那个时候 他想做什么 就能够做什么 再一个 秦明武道意志非常坚定 这辈子的愿望 就是武道境界达到至尊 达到罪降 所以要小心再小心 绝对不会死在大意上 面对雷霆的攻击 这种可以预防的危险 他应该尽可能地避免 天空中雷霆交织在一起 勤明安安静静地修炼 并没有因为 雷霆没有劈出来 就放松警惕 相反 他现在比之前还要警惕 雷霆的威力不可测 别看现在乌云内的雷霆 没有出来 甚至都没有多大的声音 但雷霆的变化很多 瞬息间发生变化 突然给他来一下 也是很有可能的 虽然有这个担心 但勤明并没有太过害怕 他现在绝对防御 还有很多能量 至少现在 不需要太担心 哪怕是至尊级别的攻击 经过绝对防御抵挡之后 以他的身体强度 也能够硬抗下来 就这样 勤明在乌云底下 修炼了半个时辰 天空中的乌云 就这么突然消散了 见此 勤明叹息了一口气 没想到啊 乌云竟然是突然散了 他刚刚还在担心 乌云突然有了变化 会不会一道雷劈下来 不过绝对防御的时间还走 没有消耗太多的能量 还能够抵挡很降的攻击 所以 就算有雷霆劈下来 他也能够硬扛 并不太担心 自己会受伤 却没想到 乌云并不是要攻击他 而是消散了 乌云消散 他领悟雷霆规则还差一点 才有可能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 消散的实在是太快 若是再给他半个时辰 他参悟雷霆应该足够突破了 他对雷霆规则的亲和很高 参悟的进度非常快 这就算他参悟的速度很快 乌云消散得更快 他没这个能力 把乌云聚在一起 就算有也没用 乌云中的能量 应该消耗完了 就算聚在一起 也不太可能产生雷霆规则 既然没有雷霆了 那秦明只能放弃参悟 飞了下来 来到秦熙轩的身边 哥哥 你雷霆规 则没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 秦熙轩问道 秦明点头 乌云消散得太快 我还没有参悟好 就没了 之前一个月前 他参悟的那处乌云 消散得倒是很慢 甚至他都不知道 那乌云是什么时候消散的 被劈了一下 受了伤 他去养伤了 绝对防御病不能一直使用 在绝对防御使用之后 要等大约一天时间 才能够恢复好 所以 就算他以最快的速度 恢复了伤势 再没有 绝对防御的情况下 他也不敢接近那处乌云 已经被乌云劈了一次 秦明不认为 乌云不会劈自己第二次 没有绝对防御的保护 他敢大大咧咧地 在乌云底下 领悟雷霆规则 那就是在找死 所以 之前那处的乌云 不知道什么时候消散的 有可能在劈伤他后 乌云很长时间才消散 但他也不敢接近那处乌云 等到绝对防御又能够使用 那片乌云 早就消失不现了 现在这处乌云 倒是没有攻击他 甚至连声势都不大 乌云内的雷霆规则 只在乌云内部肆虐 自我抵消了 他对乌云不是很了解 因为 他总共也没有找到多少 蕴含雷霆的乌云 也才在乌云底下 参悟了几次而已 现在陷到的乌云多了 才明白过来 也许有些乌云是安全的 就像现在这处乌云 应该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只要小心观察 乌云内雷霆的变化 一旦里面发生的异变 那魔力马离开 在这处乌云底下 参悟雷霆规则 还是比较安全的 除非运气非常不好 乌云内运寒住的雷霆 突然劈了出来后 根本上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 这样看来 领悟了雷霆规则的舞者 就算没有绝对防御 以及非常强大的防御宝物 也没有空间规则 能够顺一到处找乌云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也是有可能能够找到合适 并且安全的乌云 好好地参悟雷霆规则 不过需要的时间肯定非常久 若是雷霆规则的清河不高 可能需要几百年 光是熟悉和领悟雷霆规则 就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还要修炼雷霆规则 那需要的时间肯定更长 不过 这都是值得的 雷霆规则比其他规则要强 付出这点代价 已经非常小了 秦明现在虽然没有一口气把雷霆规则突破到半部制尊敬后期 但他并没有特别的失望 他现在想清楚了 反正有空间规则 有碳魔弹 他要找一处蕴含大量雷霆规则的乌云 比普通舞者有优势的多 要快的多 只是几个月而已 为了雷霆规则 这是非常值得的 这十年的闭关修炼 也仅仅只是把风之规则突破到半部制尊敬后期 炼体和神识都有所提升 但提升的并不多 不过 武道境界突破到半部制尊敬后期 它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新增的力量 而这十年时间 让它完全适应了半部制尊敬后期的力量 和十年前相比 它的实力提升了非常之多 几乎每天都能够感觉到自身实力在进步 武道境界达到半部制尊敬后 就不能太着急了 达到半部制尊敬后 每一个小境界 实力都有非常大的变化 而雷霆规则 若是突破到半部制尊敬后期 那摸雷霆规则 也是赶上它其他规则之力 甚至将会成为它最重要的杀手锏 为了这个杀手锏 耽误一段时间而已 太值得了 普通武者就算想要一个这样的杀手锏 都是求而不得 要知道 这是能够杀死同境界 一击必杀的能力啊 而且 就算是高一个小境界 雷霆雷霆 也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甚至是直接杀死 若是它的雷霆规 则突破到半部制尊敬后期 遇到弱一点的半部制尊敬巅峰强者 使用雷霆规则一击下去 可能直接把对方杀死 就算杀不死 也能够重伤 而且 就算对天骄那样的强者 雷霆规则不能把对方重伤 也能够让对方在短时间内 露出很大的破绽 很可能会停顿片刻 以他现在的实力 停顿片刻和被直接杀死 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他手中 雷霆规则不但是同境界无敌 哪怕是越一个境界 也是有非常大的可能 直接把对方杀死 普通舞者若是有这样的杀手锏 几乎可以横着走了 要知道普通的杀手锏 会有很多的限制条件 越是强大的杀手锏 限制就越是多 比如一辈子只能够使用一次 比如有很重的副作用 使用了之后 对自身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雷霆规则作为杀手锏 却是什么副作用都没有 只需要休息一天就足够了 可以吸收空气中的能量恢复 也能够吸收黑石中的能量恢复 秦明很平静 秦熙轩陷到秦明镇膜平静 非常的高兴 若是以前 秦明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肯定会有些不高兴 虽然不会表现出来 但还是能够感应出来 而现在 秦明没有任何的不高兴 非常的洒脱 看来秦明想开了 没有以前那么着急 这是好事 至少不会再那样冒险了 秦熙轩很担心秦明冒险 他有足够的耐心 一点点跟着秦明修炼 慢慢地提升自己武道境界 他唯一担心的是 自己的武道境界 莫秦明提升得快 跟不上秦明的步伐 拖他的后腿 除此之外 他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只需要吸收能量 就能够很快地突破 他和其他人不同 他能够直接使用能量修炼 也能够服用丹药修炼 再加上阴灵能量的帮助 他武道境界突破的速度 照理来说 应该比谁都快 但是比不上秦明 秦明也是三修 而且玄同时领悟了 五重规则之力 并且五重规则之力 秦明一种也没有放弃 五重规则之力一起提升 可就算是这样 他的武道境界突破速度 竟然比不上秦明 要知道 秦明不能吸收 英灵能量修炼 只能自己一点点修炼 就算是这样 他武道境界 竟然比他突破得要快 秦明已经够快了 再快会出问题 真不需要太着急了 雷霆规则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中期 从半步至尊敬中期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 肯定是比从半步至尊敬初期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中期 要困难 所以 从半步至尊敬初期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中期 只需要一处乌云就够了 而雷霆规则 从半步至尊敬中期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 需要几处乌云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后期突破到巅峰 需要的乌云一定更多 需要参悟的时间 肯定更久 武道境界越高 就越难以突破 越难以修炼 这是很正常的 两人休息了一会儿 秦明调整了一下状态 等到他又能够使用绝对防御后 便是出发再次去寻找乌云了 秦明知道 这一次找到合适的乌云 他雷霆规 一定能够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 和普通舞者不同 普通舞者 就算参悟雷霆规 则到了极致 也不一定能够突破 因为有瓶颈 半步至尊敬的瓶颈很牢固 想要打破瓶颈 需要的时间更长 雷霆规则在突破上 和其他规则之力 没有任何不同 一样会有瓶颈 所以 就算参悟够了雷霆规则 也是不能立马突破 要等契机 若是契机一直等不来 武者的武道天赋不够 那魔就一辈子卡住 武道境界不能再突破 实力再难寸进 但他不同 他没有瓶颈 哪怕是火之规则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 他的武道境界 从半步至尊敬中期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 他也没有遇到瓶颈 唯一的难点是 他突破所需要的能量太多了 其他武者 都是武道天赋 限制了自己实力提升 武道境界突破 而他却是能量不够 限制了他突破的速度 若是有足够的能量 他安心地修炼 要不了多他 就能够突破 在秦明到处寻找 合适的乌云突破时 金素脸色难看 最近这段时间 秦明一直没停下来过 一会儿东 一会儿西 不知道在干什么 金素很是有些怀疑 对方会不会确信 自己等人在追他 一般纪念的追杀 秦明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 会放松警惕 毕竟 十年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秦明或许不能确定 他们有没有在追杀 因为一般情况下 敌人是没有 这魔有耐心的 时间越长 那魔秦明放松警惕的可能性也越高 金素就不相信 秦明会这魔 一直逃下去 会一直这魔的逃 不停下来一会儿 这魔逃下去 也是很辛苦的 虽然追秦明 他感觉有些累 但金素没有放弃 金素都没有放弃 那些他购买来的半部至尊敬巅峰奴仆 自然也没有放弃的道理 他们倒是想放弃 毕竟 就算追上秦明 他们也得不到什么 反而要和秦明战斗 他们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奴仆们倒是不希望金素能够追上 一直追不上就好 虽然奴仆们没有见过秦明 但都觉得秦明难对付 觉得秦明的实力 一定非常强 毕竟 金素的五道境界 已经达到了半部至尊敬极限 他们这些半部至尊敬巅峰奴仆 卖价非常高 若是秦明好对付 金素又怎么可能花巨大的代价购买他们呢 和金素一起振磨多年了 偶尔听金素和其他人聊天 他们了解到 金素之所以追杀秦明 是因为英灵能量 那似乎是一件非常重要 非常珍贵的宝物 以至于金素对秦明穷追不舍 哪怕是追了十年 也没有丝毫放弃的打算 他们对英灵能量很好奇 听说英灵能量 可以提升舞者的武道修为 能够疗伤 能够帮舞者突破 导致尊敬 对此 他们非常的疑惑 金素几人说的 到底是一件宝物 还是好几件宝物 难道有一件宝物 能够既帮人疗伤 又帮人突破 导致尊敬 还能够提升舞者的修为 世间有这样的宝物吗 疗伤的宝物价值很高 但不至于让金素 对秦明穷追不舍吧 要知道 金素带着他们 随便导致尊敬那位探索十年 以最小心的方式探索 他们找到的资源 拿到至尊界那位效果 至少也能够换到 一件疗伤宝物 就算是很珍贵的疗伤宝物 也有可能换到 除非是那重瞬间 能够治愈伤势的宝物 那才是有价无事 根本买不到 而且所谓的瞬间治愈 也就只是治愈神兽境的舞者而已 想要瞬间治愈 半步至尊境强者 根本就不可能 连至尊界那位这样的宝物 都非常的稀少 根本不可能得到 至尊界外围 有这样的宝物 他们觉得不可能 不过 金素付出了这磨大的代价 他们又觉得 有这磨一点点可能 对英灵能量充满了好奇 真想看看英灵能量 似乎除了金素之外 跟在金素周围的 金角一族族人 都见过英灵能量 所有金角一族的族人 都觉得英灵能量 是真的非常珍贵 每一次他们交谈中 提到英灵能量时 都能够看到 他们对英灵能量的渴望 看来那真是一件 能够帮人突破 道治尊敬的宝物 当然 他们也知道 不可能实诚的突破 道治尊敬 就算是再珍贵的宝物 也不可能帮人实诚的 突破 道治尊敬 只是提升突破 道治尊敬的几率而已 或者说 是弥补武者一些缺陷 若是武者本身 就有足够的能力 突破道治尊敬 那根本就不需要宝物 至尊界内为 无数年过去 无数的武者 尝试突破道治尊敬 无数的种族一起研究 也是探索出了 该如何突破 道治尊敬 是需要武者 在各个方面 都能够达到极致 不能有太薄弱的方面 武者的各方面的潜力越强 纳魔成功突破道的 可能性也越大 一个方面 道极致并不是难事 但是各个方面 都达到极致 那就非常困难了 至尊界内为的无数势力 不是没想过 培养出至尊敬强者 但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因为很多方面 只要是人为培养 纳魔就会有缺陷 就比如抑制这方面 一旦势力 拿出无数的珍贵资源 全力地培养 一个武者 纳魔 那个武者经历的危险 必然就少 一直就会不过关 半步至尊敬 可以用资源强行堆出来 而至尊敬不行 似乎 武者想要突破到半步至尊敬 只需要五道天赋足够 再达到一些条件 就可以突破了 但是突破到至尊敬 却不仅仅只是一些条件而已 还有很多隐藏的因素 他们没办法彻底研究出来 不过 有很多武道天赋 并不是太好的武者 至少没达到天骄的武者 最终突破道至尊敬 武道天赋 对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很重要 但突破道至尊敬 武道天赋 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 看的是武者的抵御 武者的武道天赋 若是不足 连突破到半步至尊敬都困难 就更不用说至尊敬 但就是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 武道境界 在突破到半步至尊敬时 天赋都不怎么样 但在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 天赋开始变好 甚至有人不依靠天赋 就单凭借着意志 就突破到了至尊敬 这很奇怪 让无数的势力 不知道武道境界 想要突破道至尊敬 到底需要些什么 不过大家都有了一个共识 武道天赋不是最重要的 甚至都不是重要的 只是其中一项 而且是最次的一项 同时半步至尊敬武者可以培养出来 但至尊敬武者是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来的 必须要让武者自己发展 得出了这两个结论 但还是有很多势力不相信 还是花费大量的资源 巨大的代价 在试着培养人才 想要培养出一个至尊敬强者出来 但从来都没有人做到过 渐渐的 就很少有人培养至尊敬强者了 有宝物 能够提升武者境界突破的几率 帮人突破道至尊敬 这样的宝物很珍贵 只是 金角一族的人 得到这样的宝物 有什么用处 卖了 难道他们还指望 能够借助着宝物 突破到至尊敬吗 这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光凭借着一件宝物 就能够突破 道至尊敬 若是这样就能够突破 那魔那些拥有至尊敬强者的势力 早就培养出无数至尊敬强者了 所以 虽然这些金角一族的族人 都相信确信 英灵能量 能够帮人突破道至尊敬 但他们这些奴仆 却不相信 别说金角一族的族人 见识更广一点 他们的见识 也不浅薄 能够修炼到半步 至尊敬巅峰 哪个人见识浅薄 之所以成为了奴仆 是因为被人暗算 或者是战败了 并不是他们武道天赋差 更不是他们实力弱 虽然是奴仆 但他们无时无刻 不想恢复自由 虽然是奴仆 但他们见识也很渊薄 他们在至尊敬内围 生活了这么多年 见识的宝物也不少 走南闯北 去过很多地方 也见识过很多的种族 有宝物 能够帮武者 突破道治尊敬 但只是帮而已 作用有多大 真的不好说 但再好的宝物 起到的作用 也不可能帮一群废物 武道境界突破 道治尊敬 不错 金角一族的这些人 不是废物 相反 他们已经属于天才了 每一个能够突破到 半步至尊敬的武者 都属于天才 但天才没实魔用 天才只是门槛而已 很多武者的武道天赋 甚至达到了妖孽级别 但妖孽级别的武道天赋 也没用 他们也不能突破 道治尊敬 对比妖孽级别的武道天赋 金角一族的这些人的武道天赋 说他们是废物 那是真的一点也不夸张 他们这些人 难道这辈子有机会 突破道治尊敬 那不可能 至尊界内围 比他们武道天赋 更高的武者 多的是 比他们有毅力 强大的武者 遍地都是 他们有什么资格 突破道治尊敬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 依靠运气 还有可能达到 突破道治尊敬 没有运气 完全靠实力 就算有宝物的帮助 也是那些 差一点就能够突破 道治尊敬 所以借助宝物 弥补这差的一点 还有一些人是不甘心 自己的武道天赋和底蕴 已经很降了 才借助宝物 想要尝试一番 但金角异族的这些人 尝试突破道治尊敬 就是在找死 他们倒是希望金素去死 他们身为奴仆 是不能为 被金素的命令 只有两个办法 他们能够恢复自由 一是金素放他们自由 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就算金素不需要他们了 也会再找他们卖了 虽然价格会比 买他们实低一些 但是也绝对不会低太多 金素并不富裕 又不是至尊级别势力的人 任何一点资源 金素都会非常珍惜 何况他们这些 半步至尊敬巅峰的武者 价格很高 金素就算不需要他们了 也会把他们卖了 绝对不可能害他们自由 二是金素死了 金素那些种族的势力不同 他们只属于金素这一个人 有很多势力 把奴仆买回去 控制权并不是交给一个人 而是交给一个势力好几个人 除非那几个人都死了 奴仆才能够恢复自由 而他们不同 他们的控制权就在金素身上 他们是金素的私有财产 金素若是死了 他们就恢复自由了 购买他们的是金素 而不是一个势力 所以他们是希望金素死的 可惜他们不能违背金素的命令 不然他们这些奴仆全部联合起来 把金素杀了也行啊 不能违背金素的命令 甚至是不能对金素有杀意 只能听从他的命令 哪怕是金素让他们杀自己的父母 杀自己最亲的人 他们也不能反抗 金素继续追杀住秦明 而秦明经过一个月的寻找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乌云 见此 秦明皱眉 但没有太着急 只是一个月而已 别说一个月了 就算是一年 为了突破雷霆规则 也是非常值得的 只是因为他雷霆规 则差一点就能够突破了 眼看就要突破 却是卡在了这里 这种感觉有些不好受 不上不下的 其实有一处差不多的乌云 秦明感觉 应该就能够领雷霆规则 只是他连一处差不多的乌云都找不到 哥哥 不要着急 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 一旁的秦夕轩安慰道 秦明点了点头 就这样 他们继续使用空间规则顺移 末多久 秦夕轩突然兴奋道 哥哥 我发现了一处乌云 还没等秦明说话 秦夕轩就带着秦明短距离顺移 来到了一处乌云之下 抬头看向天空 乌云中雷霆交织在一起 如一条条雷龙一般 在里面横七竖八 这雷云里面的雷霆规 则有些强啊 秦明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乌云中的雷霆规则 足够他参悟雷霆 突破到半步至尊敬后期了 于是秦明毫不犹豫飞上去 就要在乌云底下开始修炼 只是瞬间 秦明感觉到一股危机 他想也不想 朝着旁边就是闪了过去 他的身体对危险的感知非常敏锐 但遇到危险时 瞬间就能够反应过来 在他闪到一旁时 乌云中一道雷霆 就是劈了下来 好在他先一步闪到一旁 不然必然会被劈中 那雷霆直直地劈下 劈到底下的树上 直接便是燃起了大火 同时 周围的树木 也是被雷霆劈断 秦夕轩大惊失色 怎么回事 怎么秦明刚刚才上去 就被雷劈了 这段时间 秦明的运气 未免也太不好了吧 一般情况下 除非运气非常差 不然不可能刚到乌云底下 就会有雷霆劈下来 刚刚乌云还是很稳定的呀 一直没有雷霆劈下来 照理来说 应该还有一会儿 才会有雷劈下 和秦明一起见到的乌云多了 秦夕轩也是找到了一些规律 乌云中的雷霆 并非完全没有规律 若是他们来的时候 乌云中的雷霆 就再往周围大批特批 那么就证明 乌云已经到了释放能量的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 乌云中的雷霆规则 会以很快的速度被释放出来 乌云中的能量 也会很快烟消云散 同时会对周围造成很大的破坏 当然 有很多乌云距离地面有些远 雷霆直接就在空中炸了 也不一定会对批到地面 一般情况下 雷霆都是到了后期 才会这样式放能量 而上面的乌云明显没到后期 而且 秦明的运气 未免也太不好了吧 他只是刚刚到乌云底下 就直接被雷霆批了 要知道 秦明还没有飞到乌云下方 离乌云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这磨长的距离 就算乌云中的雷霆要批下来 也不应该会批在秦明身上 除非他的运气非常不好 一般情况下 秦明在乌云底下 离乌云非常近的地方 才会有引雷的作用 会吸引乌云中的雷霆 这很正常 但是离得正魔远 就算引雷 效果也肯定非常弱 秦明看着天空中的乌云 皱起了眉头 乌云似乎没到结束的时候 刚刚也没有雷霆 批出来 怎么他一过来 雷霆就朝着他批呢 想了想 秦明把绝对防御使用出来 而后再朝着乌云飞了过去 这一次 他非常的小心 眼睛死死地盯着乌云 就在他接近乌云的时候 突然之间 又是一道雷霆批了下来 秦明立马向一旁躲闪 这一道雷霆 同样是朝着他过来的 好在他提前有准备 躲闪的速度非常快 这才擦着他的身体飞过去了 秦明没有再继续往上面飞 而是落了下来 来到了秦熙轩的身边 有些不对劲 难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 吸引了乌云中的雷霆 秦明知道 有一些金属 只要靠近雷霆 就会有着非常强力的引雷作用 若是带着这样的金属 靠近乌云 那魔会被雷劈 哪怕乌云中的雷霆 还在酝酿 哪怕乌云一直没有向外面劈雷 带着那样的金属靠近雷霆 也会被雷针对 同样 有些树木长的太高 也有引雷的效果 也会被雷霆针对 秦明不明白 他身上带了什么东西 为时魔会被雷霆针对 之前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秦明没有犹豫 把身上的衣服脱了 换了一套新的衣服 把空间戒指 以及一切可疑的东西 都是脱了下来 到了这种地步 他应该不会再引雷了吧 哥哥 你刚刚没试摩世吧 秦昔轩关心问道 秦明摇头 莫世 我现在已经启用了绝对防御 以绝对防御现在的能力 就算是正面被雷霆劈中 也不会受到半点伤 绝对防御很强 特别是在刚刚开启绝对防御 绝对防御上的能量 没有用去多少的情况时 绝对防御非常强 哪怕是至尊级别的攻击 绝对防御都能够挡得住 当然 至尊级别的攻击 也是有分别的 刚刚突破 导致尊敬的强者 以及突破 导致尊敬很久的强者 他们之间的攻击 威力肯定不相同 同样 领悟的规则之力不同 掌握规则之力的权柄不同 攻击的威力 也是天差的别 不过 绝对防御 能够挡下最弱的 至尊级别攻击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普通的武者 哪里有这样的能力 能够挡下 至尊级别的攻击 天空中的雷霆很强 但不至于强盗 把他绝对防御破了 还能够伤到他 所以 秦明并没有太过担心 不过秦熙宣却很担心 本章完